白衣男子站在路邊 看到巡邏機車一過 伸出一隻腳 做事踹車一次不夠 再來一次 原警趕緊下車盤查 但他和他的兄弟 算法濃濃酒味 不肯配合 反了辱罵散自禁 好言相卻他不聽 男子出手退執勤原警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馬路危險 這樣就好了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原警這時發怒了 把人壓在地上 卻造成黑衣男子臉部受傷 白衣男子也自稱不舒服 堅持送一九步 黑衣男被警方帶到警局 臉頰受傷他大喊委屈 臉頰受傷他大喊委屈 臉頰這樣 臉頰這樣 我不是偷腿 你什麼 我是臺人 還是什麼 犯規 這樣我走路 我不會這樣這樣不行 他說他會抖 你抖 好 你抖到車嗎 你說有 你跟我說錢 我運動 我要這樣這樣不行 家屬也大罵 憤憤不平 只說是原警 直訪過大 是說他腳抽筋 一個抽筋行為 我們兩部巡邏機車經過 應該不會抽兩次 警方調查兩名男子原來是兄弟 酒後失態 對原警又打又罵 卻堅持沒有錯 反控警方太粗暴 但畫面會說話 兩名男子手推腳踹還罵人 觸犯的妨礙公務公然侮辱 傷害罪 遭警方移送法辦 今天要介紹小小組 台中科老